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鹿外汇周报 我是小鹿Louis 欢迎回到小鹿金融实战的频道 我们在上周跟同学们分享到了 外汇的实战的观点跟想法之后 不知道同学们在上周的外汇交易是否顺利呢 在本周来讲的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即将公布 那就是美国即将迎来他的利率决议 在这个利率决议之前 我们都知道美国基本上 他的升息循环已经来到了末端 那在这个末端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该怎么去看待本周的美元 还有相关的货币对行情 就会小鹿 可以在今天的我们的影片内容当中 来跟同学们做详细的分享咯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一次的消息面的一个市场预期 本周四也就是在5月4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美联储要公布他的一个利率决议 那基本上市场都已经预期好了 就是这一次还会再度加息印 我们可以在上方找得到 这个地方有一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的上限 那前值是5% 现在要提高印码来到5.25个百分点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都知道美元还要升息的 美元还是要升息的 但是重点是美元升息之后 市场的预期就是 他的利率可能到达顶部 他的利率可能会维持高档 他就不会再度积极的加息了 那只要不再度积极加息 对于美元来说 他其实会有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他的尴尬点在于没有错 他利率确实是还在往上做提升的 可是他尴尬的点就在于 利率可能这个地方 就会是一个相对高档 或者是绝对高档 这一波升息循环的最终利率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他还能够 在往上积极的加息吗 看起来好像是有困难的 所以有可能这个消息公布完之后 反而会让美元走向一个 利多早已经实现完毕 开始走向利空反应的格局 所以这个消息面出来之后的行情 同学们要特别的留意 那除了美联储要公布利率决议之外 欧央行也要公布利率决议 所以本周四基本上是一个 震荡幅度应该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点 那同时周五呢 还有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数据 以及失业率的一个公布 那同学们也要特别留意 周四周五可能是本周外 会保证金波动度比较大的时间点 那我们回到美元指数行情来看 我们一样把我们的工具 Forestify打开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目前的行情美元指数到底是一个多头还是空头 其实你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们从右下角的OPAS dashboard上面可以看得到 日线级别目前是有四颗灯绿色 两颗灯红色 所以是空方占有优势 周线级别的部分也是所有灯都是绿色的 这是一个空方的绝佳满分盘 月线级别的部分目前有四颗灯是红色 三颗灯是绿色 相对来说比较偏多那么一点点 所以目前的美元指数 你从周月线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空头一个是偏多 所以他就更加倾向于是一个震荡整理格局 所以你在近期的行情你可以发现 对几乎就是一个横盘的状况 你说高档的放空会不会赚钱 好像也会赚钱 低档的多单会不会赚钱 低档多单也会赚钱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的格局就是盘整 盘整的概念就是会涨也会跌 所以他没有明确的方向 你怎么做都可以 你怎么做都可以 所以目前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格局 那不过对我来说 我跟同学们分享过 以我来说 我不会去操作这种灯号 不是这么明确的商品 我会选择的是灯号最明确的商品 来做操作 所以美元指数对来说 现在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操作美元指数的话 现在更加倾向于是一个 横盘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 跟同学们做分享 那这一次消息公布完 还要再升息一码之后 我自己的预期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主观预期会是 他可能短线上会拉一下 哇反映一下升息的状况 不过后续还是会往下跌 因为接下来升息一旦结束 迎接他了就会是降息 那降息对于一个国家货币来讲 当然不是有利的 你可以去思考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你要持有一个未来利率越来越低的货币吗 当然不要对吧 所以这时候对于美元来说 他短线可能会有个小利多 但是他后续会有一个较长期的利空状况出现 这是我所预期的美元指数 一个想法跟观点 给大家做参考 那看完美元指数之后 我们大家看一下 黄金的部分 那黄金的观点 我的观点也是相对明确 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的部分 这个是周月线 都是明显的多方控盘 所以对我来说 黄金就是一个多头的思维 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在日线级别来看 也是四颗灯 红色两颗灯 绿色相对偏多的结构 所以整体来说 黄金你如果要操作的话 你只有一种方向叫做做多 那做多来讲的话 我们在上周的一个 外汇周报里面跟大家分享过 我持有这一些黄金的多单 对吧 那本周有获利吗 也没有 那本周有亏什么 好像也没有 它就是一直在横盘震荡整理当中 所以横盘震荡整理当中 它大概是在周四周五 包含像美国的利率决议 或者是非农业就业人口数据 它才会走得出讯号 走得出方向出来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往哪个方向走几率最高呢 就如同我刚刚所说 美元如果接下来反应的是降息预期的话 那黄金当然会涨 搭配上目前黄金的仪表板是多方满分盘 我更加确信的是黄金走上扬的状况 是比较机会比较高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还是持有多单 那耐心等待市场给我答案 到底是要打连小路呢 还是让小路获利 我们后续就持续来做追踪就可以了 所以整体来说 黄金当然有利于这个 美元的下跌售会上涨 那搭配上我认为 接下来美国利率这么的高 美国利率现在是4.75%到5% 这么高的利率 对于很多的公司来说 营运的成本大幅的增加 那当然未来就会出现 经济衰退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所以经济一旦真的衰退 黄金就有机会再度往上去做一个攀升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得到 全球央行目前都在大买黄金当中 背后的逻辑跟经济衰退 我想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所以对黄金的观点 我认为还是一样相对偏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是原油的部分 我们先把商品看完 原油的部分来讲的话 最近其实就是震荡 所以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分享 它减产的消息 利多一开出来 对不对 大家都说 减产了它大涨特涨 是减产短期上 确实是有利上涨 可是我们当时就跟大家分享到 它的仪表板是没有明确方向的 它的仪表板是多空都有 所以它更加倾向于什么 更加倾向于震荡整理 结果就拉回来修正 就拉回来修正 所以像对我来说 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偏空的结构 但是一样不是满分 所以我就没有很积极 想去操作原油的意图 这是我对原油的观点 那当然油的部分 也跟经济有关系 如果未来经济真的会走向衰退的话 经济衰退对于原油 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它当然是利空 因为用油的需求 就会大幅的下滑了 经济发生风暴 金融发生风暴 大家就不会想要出油 大家会想要把资金节省下来 所以一旦真的发生金融衰退的时候 原油当然是不利的 所以这段下跌 市场的解读是反映什么 反映经济可能衰退的潜在疑虑 反映这件事情 那到底会不会实现 我们就边走边看 我认为衰退机率还是相当高的 跟目前仪表板的状况相对一致 因为仪表板目前看起来 是一个偏空的结构 如果你真的想操作原油同学 还是以偏空的状况去思考 会比较顺势一些 看完了商品之后 我们当然要看一下货币队 毕竟外汇保真金的主体 就是货币队 我们来看欧元的部分 欧元近期来讲 我们一直跟同学分享到 没有错 它是一个偏多结构 但它不是满分盘 从右下角级别 我们可以看到周线满分 但是月线级别 它有三颗但是绿色的 然后有五颗但是红色的 是一个正当偏多结构 但并非满分 所以对我来说 我就不会想要操作它 但是如果你想操作同学 做多是你唯一的思路 你就会发现 对这做多的位置点 其实都还不错 对吧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 震荡偏多的结构 所以你有了仪表板这个工具 你有了Forceify工具之后 其实说真的 判断趋势方向 一秒钟就解决了 判断趋势方向一秒钟就解决了 所以像欧元对美元 你真的想做只能做多 但是我会选择跳过它 我会选择跳过它 这概念就跟美元指数一样 为什么我会跳过美元指数 原因很简单 它的趋势仪表板 并不是满分盘 我就不会有太大 想操作的一个动机 那再来看一下英镑的部分 那英镑 多方 对吧 但它不是满分盘吗 它当然不是满分盘 只是做多是你 比较能够去操作的思路 你看哦 中线级别满分 月线级别部分 1234 4颗红色 然后也是4颗绿色 然后你就会发现 对耶 多方的操作是顺势的 每一个多单 低档多单的位置 捕捉都非常的好 对吧 捕捉的都非常好 所以这里可以特别留意 多方还是占有优势 那只是说你说完全不能做空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它的月线级别 还是有4颗灯是绿色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月线级别绿色 带动的下杀行情 空单不是毫无利润可图 只是可能比较不舒服一点而已 比较不舒服一点而已 还是有操作的契机的 所以对我来说 这种灯号不一致 就是会涨也会跌 震荡的方式来做看待 当然它是相对偏多一些些的 想要操作英镑的同学 当然还是一个 偏多的思维结构 去应对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日币的部分好了 这是本周比较夯的 因为最近日币 大幅的往上冲 也就是日币 大幅的进行贬值 大幅进行贬值 一美元可以换到更多日币了 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状况 当然有消息一面指出 日本的央行发表了一些谈话 造就了贬值的趋势 所以我们看右下角 仪表板也是一样 它并非满分 但是多方占有优势 你想操作只能操作多头 所以目前基本上 是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讯号的 只是说它就是个多头的结构 想操作同学千万不要觉得 哇小鹿它涨多了 我去放空 这是一个逆势的思维 趋势方向还是一个像 上涨的机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看完了欧元 看了英镑 看完了日币之后 主流的货币 我们基本上都看完了 那本周有哪一些 我觉得值得操作 跟留意的货币队呢 其实还是一样 去找多方满分 比如说像欧元队加币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欧加的部分 目前呢 就是一个多方满分盘的结构 你看右下角的部分 多方明确的满分 多方明确满分 那这时候你就会回顾一下 欧元队加币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 在我们的周报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 它的满分盘出现之后 其实讯号的质量 都蛮不错的 讯号质量都蛮不错的 所以现在又出现了讯号 对吧 所以欧元队加币 我认为是本周 最值得留意的一个商品之一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像是欧牛 你也可以看一下 欧元队纽币 也是一个满分盘的结构 满分盘的结构 那目前也是有交易讯号的 所以整体来说 我会觉得说 欧元队加币 欧元队纽币 都是很有操作契机 除了满分盘之外 又有现在的交易讯号 所以同学们 是可以直接去做一个操作的 然后还有像什么呢 欧元队 还有像是很多的满分盘 都是 只是现在目前比较有讯号的 还是在欧加跟欧牛的部分 那其他像是满分盘 还有像美元队墨西哥 这当然也是满分盘 不过空点在上周 这周只是一个回补的低点而已 其他来讲的话 满分盘都是有的 像棒纽 都是满分盘 不过目前是没有讯号 美元队南非兰特 也是满分盘 最近的表现其实也非常不错 然后还有像是 看一下满分盘了 欧棒近期跌比较深 它已经不是满分盘了 OK 看看还有什么货币队 这个都不是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一个选择标的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商品 我到底要不要花时间 去研究跟操作它 美元对挪威克兰 是满分 不过没有讯号 这有兴趣操作 同学就等讯号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如果你现阶段想操作 我认为最快速的 还是欧加跟欧牛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留意欧加跟欧牛 目前的一个交易机会 其实目前就是触发了 目前就触发了 本周的部分就即将迎来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到底利率决议的结果如何 其实小鹿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就去锁定目前 最明确的趋势方向 像黄金 黄金我们目前 我们的仪标板就是多放格局 所以期待本周黄金能够让小鹿 能够有一个还不错的获利 我们就后续来提供一个追踪就可以 喜欢我的周报同学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心的小铃铛 那么我们就下周内容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